大哥德怎么躲起来了,不盯钱闷声发大财,现在烂大街还被针对。 这次带来,大哥德之间的内战,谁才是大哥德最大的羁绊? 大哥德内战主要看,一,谁更糊,二,谁更快,拍点狱掌。 大哥德内战前期,李尚往来互咬对面。 跳飞和抽牌都有了,第一个滋养跳飞,第二个抽牌。 先把费用跳起来,内战死亡之花最好配合迷宫,不然被对面沉没血亏。 点狱掌来了,优势在我。 对面跳得比我还快,那肯定没有点狱掌,发。 牛牛也来了,点狱掌之后,夏宽妮就很稳了。 对面即使下点狱掌,我有战场,关键还有叶师傅,可以踢出三十多弓。 对面没有律师,肯定解不干净。 锁定圣局,对面没下过牛牛,肯定没有章鱼。 将军了,对面无减了。 将军了,对面无减了。 拿下一局,还有不糊的德鲁伊,被平推的。 这局对面应该无比卡手,可能亡灵都射手了吧。 十局大概会有一把卡手。 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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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终于终于终终于终终 还好,前期可以,顺利跳飞 这个六飞偷飞用,内战还挺强的 金了,还带剑胜 直接解掉,还帮我出夜师傅了 赶紧过点预长 再抽牌 还是没抽到 对面没有点迷宫,说明亡灵都射手了 那我就沉默掉了 对面被平推了 对面一套清场了 对面有点喷嚏 素质 不错 不错 没有 相信我的血世 最后一局带来 赛马看谁仙虎 这个手牌糊了 直接出塔迪乌斯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面奋力找死亡之花,像极了不糊的我。 先跳飞吧,还有两飞,下一个塔迪乌斯和跳飞。 拿下,就大家开荒顺利,跃跃传说。